好 那麼基隆要罷免謝國良 連署他們要7月5號送件 按照這個時辰可能最快9月中 就要罷免投票了 那麼另外謝國良市政造作 今天成立了兒少處 兒童少年處 他處長由中發處長林立禪接任 昨天上任 就表示說我這樣進行我的市政 不受影響 林又昌說國民黨操弄政黨對立 民進黨絕對不介入罷免 謝國良的活動 朱立倫說你懸愛勒馬 林又昌說朱立倫國民黨是 謝國良的諸隊友 國民黨想也罷免議長同志委 說同志委是謝國良的助理 我今天還聽說 他是賴清德的表直 他是賴清德的直子 他家裡是對賴清德很好 來記得父親過世他們家裡 他關係跟謝國良滿不錯的 而且他原來謝國良的助理 他們的關係很複雜 林又昌說你怎麼想要罷免同志委 會讓謝國良的罷免力量更大 林又昌說朱立倫說謝國良做得很好 你幹嘛要去罷免他 林又昌說會讓基隆人更生氣 只有他自己 另外問林又昌 你是不是要參選2026新北市長 你最近這麼積極幹嘛 林又昌說民進黨一定會推 最強的人選 來 我個人覺得林又昌 這是此利無銀三百兩 他要選新北市長 這是他一詞謠傳非常的多 所以很多人就開始說 他會不會是從這個拆糧事件開始 當作是他練兵的第一盤 因為這是屬於他的本命區 所以很多部分 他剛剛特別提到說 這個民間團體來介入 他們民進黨不介入 大家聽了就覺得是啞然失效 這怎麼可能 你最後一段時間當中 能夠讓你連署的人數暴增 所以我才說 我們基本上面明天 內政委員會要談的選拔法 大家就非常支持吳秉瑞的版本 你就好好用身份證的影本 或者是登陸的日期 能夠把它嚴謹 如果你把它嚴謹的話 的確是會省掉非常多的弊端 好的提案幹嘛撤 我們決定一定會好好的 搞不好提個修正的東西 直接給他繼續去做一個討論 所以你看我們是 但是以這個罷良的事件來說 的確對國民黨來說 是一個非常大的壓力 因為成如大家所說的 你不要以為他不過 因為你看就是成如 我們剛剛所提到 這個法令其實非常的鬆的 你當選 然後你罷他只要四分之一就可以 這個比率其實一點都不高 這個要罷的話 是非常不是那麼困難的 那你一個罷完之後 他當然明年他可能 2月1號開始就會 連續開著十幾個 這樣子的一個罷免 全國都一起來搞 你看這個東西 人民會不會很厭倦 會 但是也同然 他點燃了各處的一個 所謂的焰火丸之後 能夠讓賴清德 如果有機會可以讓國會 變成他們最大黨 他們就會打出一個宣誓 就是說這樣才有辦法 賴清德好好的做事 令才會出立法院 否則被藍白這樣子鬧 這是可以吸引一些人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謝國良這件事情 不管對民進黨 對國民黨都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我們還是要強調 大家都講了非常多 謝國良是匪諜嗎 他也不是啊 他做得好不好 金融市民有公斷 但是有爛到 你一定要任何是違法到 你一定要去罷掉他 情緒是一個問題 事實的證據有必要 一定要在人家當選 還沒有到兩年的時間當中 你就把它罷掉 我是對大家來說 這個東西只會讓台灣 陷入一個更大的一個混亂 我只能說林又長身為前 基隆市長 他應該是協助 好好的穩住基隆的 這整個部分 不過我覺得現在七八月快到了 謝國良從這個兒少局開始 然後開始有很多基隆 他們這些大的觀光夜市等等 好好把這些過去基隆的 這些日常大家能夠吸引觀光 這些東西 把它如期一直把它推 一直把它推 好好的把這些民生的議題 好好把它掌握住 我覺得真的到九月多 要來真正去投票 還是有一個很大的機會是不會過關的 曾宇 其實我覺得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法律要怎麼適用 真的就是因人而異 我們來說一下這個罷免的狀況 大家可不可以還記不記得 之前韓國瑜市長 是怎麼樣子的被動員罷免的 同樣的3Q陳柏惟 他當初也是怎麼樣被動員罷免的 如果今天法律賦予我們人民 去淘汰掉不適任的民意代表的時候 這個是我覺得是理所應當 但是如果把它變成是政黨 或者是所謂的側翼 把它變成是動員仇恨的一個棋子的話 那大家不會覺得我們的民主倒退了30年了嗎 如果說今天見仁見智啦 就是現在討論修法到底是不是要嚴謹一點點 我覺得這個東西真的就是國會裡面 可以去好好的去運作 跟好好的溝通跟討論 但是如果是一項接著一項 然後讓大家現在把原有可能國會改革的不滿 把它變成升華式動員仇恨的情緒的時候 那這時候你不覺得損失的真的是台灣人民嗎 就像其實剛剛我們有討論到的 兩岸之間的問題 上頭的人搞得冰封讚維的 上頭的人不討論 害的是誰 基層漁民啊 同樣的在台灣的現狀環境 我們每四年甚至每兩年要選舉一次 但是現在大家覺得有停擺過嗎 我們人民到底可不可以還給大家一個 很親近的環境 就像我們剛剛講到的 賴清德總統上任了一個多月以來 你不覺得整個台灣的環境是亂轟轟的嗎 我必須說 罷免本來就是賦予人民 淘汰掉不適任的民意代表 但是如果你只是為了你的一己私利 你的政黨利益 那你這樣去罷免 正當性理由真的是不足啊 那但是現階段到底 藍綠白各自的版本為何 如果今天政黨之間 可以互相去參考 對方更有利的修法內容的話 那何樂不為呢 就像剛剛有講到 進到內政委員會裡面去討論 吳秉睿的內容 是不是真的合適 那很好啊 那不是很好嗎 你們民進黨不是一直說 有溝通才是民主嗎 那這時候為什麼你們要撤案呢 進來好好討論吧 大家好好看看 我們賦予人民罷免的權利為何 我要再次強調 民進黨真的內部 從來沒有討論過罷免這件事情 不管是罷樑 或者是罷各個立委 其實我們內部都沒討論 我們每一個禮拜都參參加中常會 中常會是民進黨最大的 最高的這樣的一個機關 每一次這個黨務都在裡面討論 可是從來沒有 把這個議題放在台面上討論 我們都是討論國家的大事 所以這個本來就是 公民團體的行動 林永昌他自己上廣播節目 我相信他本身是一個前市長 畢竟他在基隆也執政了8年 我相信他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感觸 我們看到這次罷樑這個事情 其實這個第二階 其實3萬份就已經可以連署過關 可是公民團體現在 已經連署到了4萬多份 所以代表這個基隆的市民 確實有所憤怒 我覺得謝國良應該去重新思考 到底哪裡做得不好 有沒有辦法在這段時間改善 他才有辦法去說服 基隆的市民不要罷免他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重點 因為我覺得罷免這件事情要成功 第一你的憤怒值要很高 第二是你真的做不好 因為人民眼睛是血亮 沒事他也不會去罷一個人 過去也有罷免連署失敗的案例 過去有非常多的議員 曾經也被罷免過 但其實連署都沒有過關 雖然人民還是會看 這個民意代表 這個本身這個政治人物 到底做得好或不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大家是可受公平的 那謝國良自己 本身確實他很多的政見 其實沒有實現 那我們看到他在處理 Net的事件裡面 看起來是強奪民產 那這個事情其實都會 再再的讓人民覺得擔心跟害怕 那我想這個是他本身 自己要去努力的這個部分 那我要再一次強調 國民黨現在要把這個罷免門檻修高 那我自己認為 其實現在罷免門檻 已經非常非常的高了 那我覺得國民黨在修這個法 那當然也是要獲得人民的支持 但我們可以看到國民黨 其實這不是第一次 他們要把這個罷免門檻提高 其實早在1994年 那個時候韓國瑜還是立委的時候 那時候他也曾經差點被罷免 那當時其實國民黨也是把門檻修高 當時的這樣的一個規定是這樣 當時只要同意票多於反對票 然後只要這個投票率達到三分之一 其實就可以罷免成功 那當時國民黨就是為了去 去搶救韓國瑜 所以修高這個門檻 成為今天那個法律的現況 而現在國民黨要第二次 修高這個門檻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太高了 你要到二分之一 其實大家要知道 現在這次有非常多的立法委員 也包含很多的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其實得票率都不到50% 很多只有三成多 所以你說這個罷免門檻 要高到50% 我個人認為是不合理 再次強調你如果沒有問題 你如果很受人民愛戴 其實這個罷免真的是不會成功的 好吧 現在要休選罷法 那明天立法委員會要討論 到底該不該休 如何休 休息一下講回來 因為立法院明天 委員會要審查選罷法 今天開公聽會 陳波委員甚至被罷免成功 他說史上投票率最高就我那場 51%投票率 是很高的 他說你們什麼意思 要調高罷免分開 你們認為是原款很書不取是不是 另外有議員說 你們要先為罷免陳柏惟道歉 陳柏惟都被你們罷免掉了 你們現在提高什麼分開 葉勤員說 現在是少數罷免多數 輕重是失衡的 為什麼就是 比如說謝國良 他現在9萬多票黨選 9萬6了 罷免他7萬多就可以罷免 就是說這個合理嗎 而且罷免他來投票 搞不好都不是投他的 都是投對方的 因為當時對方拿了7萬多票 只要投對方都來 他就被罷免掉了 宣布贏我就用罷免你 所以他說是輕重是橫的葉律師 另外這個 罷免門檻現在說不動 但是要跟吳秉睿的連署加嚴 要綁在一起 也就是說連署加嚴 原來民眾這樣主張 但是罷免門檻先不動 現在不動 另外國民黨 而且不預設立場 沒有說我一定要怎樣 看你們委員決定 怎麼樣就怎麼樣 傅崑奇說 因為罷免連署有太多造假 所以值得深思 為什麼那麼多假 怎麼防止假 另外莊瑞雄說 國民黨才作假 我是不知道 如果真的這樣比例很高 作假可以做到這個地步 怎麼知道的呢 高雄市議員高敏林連署的時候 造假率49% 兩個連署一個是假的 他說這個罷免辭中 陳志忠連署 造假46% 罷免臨場所造假率29% 到底就表示是很容易造假 造假 因為不需要檢查 而且你要把它抓出來不容易 你怎麼把它抓出來 另外國民黨智庫說 選辦法修法就可以適用了 沒有 我們是說要由中選會來做決定 對 但意思是說 他的意思是說 法律修完法律就生效了 因為很多人說 法律不能適用於現在 學者是說不是 真的生效就生效了 是可以適用的 你要不要適用一回事 但是法律修正就可以生效了 所以他們說你是欺騙不懂法律的大眾 另外謝國長說修法不是為我量身定做的 另外吳秉瑞現在要撤案 說他拒絕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 但是現在撤案好像也撤不了 他們現在就防死人連署 防造假 吳秉瑞就說防避措施 不應該變成混淆的手段 另外清咬說 你們如果去提高罷免門檻 我們就要號召群眾 又再回濟南路去 你們在場內討論 我們在場外給你們施壓 那我們看一下 一人當選全黨服務 但罷免一人全黨投入 這就是我的親身經驗 前立委陳博為滿肚子氣 畢竟有被罷免經驗的人確實不多 內政委員會召開公聽會 要來討論國民黨擬題的調高罷免門檻 找來的很多都曾參與罷免 甚至被罷免 方面是來造勢的 另外一方面表達一下意見 那陳博為 因為陳博為現在只要講到罷免 他很容易帶入他自己的心情 我沒看到什麼氣敵喇叭 最後還是立院租公 跟我們院長們來決定 希望這樣講沒有藐視國會 你酸我我也要反酸回去 稱為話中意思 因為公聽會 像是罷免團體的造勢場 像是正在醞釀罷免 基隆市長謝國良的 差量小組發言人李彥榮 以及曾是罷免韓國瑜四君子的 高雄市議員張柏洋都來了 當然也有護梁小組律師葉慶元 以來聲援 如果朱立倫他認為 現在必須要來調高 整個罷免的門檻的話 他應該要先對陳博為來道歉 基國民黨須宇貞提案 要求罷免票數要高於當初當選得票數 只是到底週四是否強行出委員會 國民黨團總召傅崑奇態度放軟 國民黨沒有一定的特定的立場 但是呢就是希望國家能夠安定 相關的選舉罷免相規都要來產生演出 各方都強調要廣難意見 這位青鳥也要再次集結 具體主張反對沒收罷免權 但對於民進黨立委吳秉睿 提出加嚴版的罷免連述案 國民黨擬在吳秉睿的提案 讓罷免連署比照總統連署 附上身分證銀本 讓吳秉睿不滿提出撤案 他可能就是把我一直拿出來 當作他們真的要去提高 罷免人感的一個遮羞庫 吳秉睿神情悠悠 即使時間來不及也要澄清論述 不敢於被攔淫多做文章 因為連署的人應該是越嚴謹越好 表示他才是真實的嘛 這是大家都不會有意見 我覺得他們現在講的這些話都很奇怪 你知道那時候我們現在 為什麼大家講不下去 就是謝國良九萬六千多票 蔡思應七萬一千多票 謝國良拿百分之五十二點九吧 他夠半數耶 那你那個蔡思應才拿百分之三十九的選票 你的少數選票可以罷免他了 他夠半數的選票 再怎麼講大家都知道不合理 那當初為什麼這樣 因為他們以前國民黨有個立委叫蔡振元 蔡振元講話很俏皮 民進黨很討厭他 就去罷免他 那時候配合時代力量 那都在我們內府這邊 哇 到處那個 我也去看了好幾場 後來前立動員去罷免 最後投票 同意罷免他的 百分之二十四點九八 所以他們很氣啊 說為什麼罷免不了 所以就改 二十四點九八的概念就變成 四分之一就可以罷免他 就改成這樣 就這樣來的 改了其實大家都知道不合理 不合理陳柏惟會被罷免 這個也是很自然 為什麼 因為罷免裡面有個東西很重要 仇恨值 韓國瑜被罷免有仇恨值 陳柏惟 王冒 都是這樣 因為 仇恨值哪裡 有些人我們明蘭話叫吹秋 就你嘴巴喜歡講的 比較刻薄 比較刻毒 大家就說 就好的 大家我們就一起動員來 就會這樣 那謝國良我看他是沒有了 謝國良這個案子他比較單純 他的單純在哪裡 就像我有一個房子 只有一樓我租給人家 這個人在我樓上蓋了二三四樓 然後他明年不租了 他主張二樓三樓四樓是他的 可以嗎 謝國良在執行的就是 互助基隆的市產 然後他們要罷免他說他是強盜 這個和強盜有什麼關係 這個就是過去林宥昌在那裡執政的時候 弄出來一個肉質 我不要講林宥昌獨立 但是你怎麼會同意對方去上面 跟你租的房子上面蓋房子呢 然後這個房子還不是屬於基隆市政府 所以這個其實是他有非常大的瑕疵 那林宥昌現在在補助他的瑕疵 然後他們就去講謝國良這個不對 怎麼會不對呢 這個房子謝國良把他收回來 是謝國良卸家的嗎 這屬於基隆市政府 我告訴你 因為林宥昌過去市政 他不夠成熟 我過去跑地方政府很久 我們台北市政府有一塊地 租給台北101 他們蓋了101508公尺 70年以後這棟大樓屬於台北市政府了 我們將來要做什麼都可以 這個才是我們應該該做的嘛 結果結果連六昌不是 你只給人家一個房子 結果別人在上面蓋大樓 對方主張那個大樓是他的 他沒有土地錢 大家一看就知道這是有問題的 那我覺得謝國良他比較那個 因為他是一個比較單純的人 就我們認識他的時候他比較單純 那你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當然他有些東西 大家就要去提高他醜聞值 可是他醜聞值其實也不高 他是小外爸爸大家也都知道 那這一次民進黨卯足全力 雖然開始說那是公民團體 其實不是 那連署地方都民進黨的黨部 那個議員的那個 議員的服務處 對啊 服務處都收件了嘛 那林六昌多次的發言 其實也是鼓勵大家去 這個也免不了 因為他是前市長 他認為謝國良很多行為 是在挑戰他 那如果今天大家只把他看到蘭莉的話 就沒有看到台灣的長年 為什麼 因為這種罷免的四分之一 是非常不合理 每個人都知道 那如果 當然我也知道 這個不會有結果 我告訴你 立法院審下去不會有結果 因為會吵吵鬧鬧到最後 然後就變成很亂 但是我們如果要看台灣的整個情況的話 各位朋友請思考一個問題 賴清德從520上任以後 他在台灣到處挑釁 挑釁中國大陸 挑釁在野黨 挑釁民眾黨 然後就挑釁他搞到偏地風火 他在幹嘛 他在練兵你們知道嗎 他那一天就在為下次選舉 在動員了 那動員以後他裡面 他現在就看 你們很多年輕人 過去沒有參加太陽花 很遺憾對不對 你那時候讀小學讀國中 你沒有參加對不對 我現在弄一個青鳥讓你們來玩 他現在在搞這個 那搞這個以後下來要怎麼 後年不是要選舉嗎 來 我來看 反正後年選舉選好選壞 不影響我總統 對不對 他其實是在做各種試探跟操兵 所以他現在才不管台灣的前途 我老實告訴各位 你現在碰到一個總統 這麼不負責任 講話也不算話 那今天嘴巴講漂亮的 也沒有用 我們可以看到 隨隨便便一個兩岸的一條遺傳 這個隨時都在發生的 我們已經抓了人家四百多 四百多燒了有沒有發生過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為什麼現在什麼都會有問題 因為你不好好的在做事 不好好的在講 在體認一句話叫做什麼 叫做正通人和 你自己內部都不和 又要去外面挑釁 這個怎麼做得下去 基本上就是說 謝國良本身其實我覺得 並沒有什麼仇恨制 因為他沒有什麼特別的激烈的 只是他們去拆Net的時候 大概是什麼清晨什麼拆 就被人家認為說 你這個執法手段可能太強烈 但這是可以討論的 這個不構成罷免 假如說你是一個合法的建築 我硬去把你拆掉 我有問題 你明明你的產權不是你的 另外就是Net本身形象還不錯 Net因為他每年都會做公益什麼 不錯 我以前也買Net的衣服 很簡單 輕鬆 所以因為他的形象不錯 所以大家就會有點同情他 這個我們都了解 Net可能也是受害者我在想 就是說你剛剛講沒錯 我現在租給大日停車場 大日又跟Net叫他去上面搞 如果我又是Net 我花幾千萬 我的保證在哪裡 Net有沒有跟 就是說林又昌當時的機動政府 有沒有答應Net什麼事情 我們不知道對不對 對不對 如果都沒有任何保證 沒有任何事情 Net就去那邊花幾千萬去蓋幾層 我覺得Net不會那麼傻 做生意那麼傻 但是現在拿不出東西來 如果你說好 當時機動政府有給你一個證明 說你可以在這邊蓋 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地方法院才會判 Net輸機動政府贏 所以依法來講 就算講沒錯 我住你一個房子 你去跟別人簽個約 或是跟別人在上面大一大堆 我怎麼能接受 不可能 那到底你們為什麼 你們之間可以這樣搞 你們跟當時跟機動政府 到底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也要查清楚 休息一下再回來 中間 好 那麼國會調查權 第一槍打誰呢 藍白聯手成立靜電視調查小組 那民眾黨原來就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 說好吧 既然已經成立調查小組 我們就不堅持是委員會 其實意思也是一樣 只是名稱而已嘛 那民進黨說這是亂來 集體離席抗議 藍白擴權 目無法計 違法分議 會議無效 所以基本上民進黨就 因為人數不夠 表決數就集體退席 靜電視也不爽 說侵害新聞自由 斧鑿狠狠 這是違法成立的 民進黨這個不通的 說今天靜電視明天台積電 台積電梗 沒有人會相信 另外憲法法庭 因為民進黨去申請 所以要怎麼等於凍結 7月4號火速開庭 這麼快 國民黨的林思民副書長就說 大法官反正都是綠柚柚 心智已經成了 他的心證已經成了 所以總統府就說 等事件 不要急 民進黨說賴清德違法 法律通過就要遵守法律 什麼等什麼事件 因為總統府說 事件前不應該要賴清德 去國情報告 那民眾老師希望7月12號 就提出來 黃國昌說總統格局已經丟掉了 把自己當太上皇 什麼不能到立法院去 不要雙標 因為這個是對的 就是說政府什麼時候 在人民申請事件的時候 就凍結法律執行 人民去打這個行政訴訟最多的是什麼 大家知道嗎 稅 很多人覺得我稅不合理 但是你去打這個行政訴訟 錢要先繳 不是說我法律沒有判決 我錢不繳 錢得先繳 你去行政訴訟什麼事件不影響 這個政府的施政或是法律的執行 不影響他的 他當然要執行你的 所以那為什麼 那以後是不是大家都可以學這個 神的我這句釋憲 釋憲以前我通通 法律不執行可以這樣子嗎 所以聯合法律說 大法官要守護憲法 不要當民進黨的附水組織 現在附水組織這個詞 滿滿 就是國民黨附水組織 現在說大法官是民進黨的附水組織 這對大法官是很大的羞辱 我們看一下 還沒啦 那你來當主席 主席 不等主席同意 民黨立委中嘉賓直接上台 進行發言程序 我們接到貴委員會有一個開會通知 要求我們跟你聯席 但我們並沒有交到 收到院會的交付 這個會議根本不合法 全民國民黨籍趙委 陳雪生召集交通司法聯席會議 要成立進電視調查小組 民黨立委 當然不同意 藍白要成立調查小組來啊 你也照程序來吧 你看民黨立委 發言毫無止境 陳雪生也等不下去 什麼東西啊 我們首先討論 成立進電視專案小組的事宜 沒想到律營立委 瞬間把手板舉高 主張會議無效 隨即率隊走掉 但藍白立委 沒想停下 現在是不是開始推舉 召集人 全數推舉吳宗憲委員 擔任召委 謝謝國產委員簽了 藍白 聯手推舉吳宗憲 擔任召集人 象徵進電視 閉案爭議調查小組成立 成國會調查權行使首例 根據運作要點規定 未來小組會議召開時 得邀請被調查文件 之機關首長列席 非有正當理由 不得拒絕出席對象 包括NCC同時也不排除行使 聽政權 邀請民間相關人士說明 不過在這之前 3月11交通委員會 已成立進電視調閱小組 並三度召開會議 如今又有調查小組 若照表定計畫 12號民用黨團 還將成立院會等級的調查小組 被綠營質疑 疊床駕屋 黃國昌另外說7月12院會 他還要成立一個 光一個進電視的調查 會鬧三包 調查的目的能夠達成上 那我們並不堅持說一定 要在院會裡面 成立調查委員會的方式 言下之意是不用 另辟蹊徑藍白 聯手抗律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民進黨在這一陣子以來 2月1號開始上 這個我們國會開議以來 一直都是在 在一個很混亂的這個情況裡面 那賴清德他作為總統 有看到他出來制止嗎 沒有耶 他今天還在就說什麼 這個吳思瑤跟沈柏陽 遭到很多的抹黑 我不曉得沈柏陽 遭到抹黑是在抹哪一塊 畢竟說看所謂的成人片 然後能夠去區分 你是保守派還是自由派 這個連沈柏陽 自己都說不算造謠了 所以他們很多 就像吳思瑤剛剛也是在胡扯 什麼今天是禁電是 明天就是台積電 這些東西都是民進黨 自己在胡扯的 所以大家當然是覺得說 這個整個過程是莫名其妙 今天既然我們現在 國會改革已經通過了 總統也簽了 那當然是馬上開始 不然我們修法那麼辛苦幹嘛 當然是馬上開始 而且我覺得賴清德非常奇怪 他就是一個擺明欺騙大家 選前的時候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 選前的賴清德 在辯論會上面他說 我會到立法院進行 國情資文報告 並且接受質詢 不管你要說那是 諮詢還是質詢都可以 反正就是接受立法委員的提問 結果那時候還沒有國會 改革無法的修法 按照原本的這個情況 他就應該要來喔 就是他現在跟你賴皮 他現在跟你說 哎呀因為有國會 改革無法的關係 所以我要等到 事先結束之後 我再過來 那請問你在選前的辯論會上面 是不是當眾欺騙我們全體國人 就是嘛 哎你賴皮療性拖到哪裡去了 很多當時我們在選前的一些議題 他就這樣子閃著閃著閃著 就閃過去了 然後現在在想什麼 每天都在想選舉 在想罷免 我們其實每兩年都選一次大選 謝市長算是一次大選 總統算是一次大選 已經夠多了 你民進黨賴清德 你要把它搞到每年都在選 而且還不只是一年選一個 還要選很多個 每年都要選 每年都要選 選舉罷免 那還要不要做事啊 那你立法委員今天 還有沒有能夠維持長期的這個專業啊 今天我的想法很簡單嘛 你當立委 四年你覺得做不好 下一屆就把它換掉就好啦 總統也一樣啊 四年做不好 把它換掉就好啦 當時選就是給他四年的機會 除非你覺得他做了什麼 真的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我再講一下謝國良的事 我覺得民進黨自己都沒有搞清楚 法院已經還給謝國良公道 所以當時罷免這個謝國良的理由 已經不復存在 一個為了基隆市民守護基隆市產的市長 竟然是因為這個理由要被罷免 欸你就想喔 你今天有一個家 然後你花錢買了 你有產權 你住在裡面 今天突然有一個好 你租給別人 那你的租約已經到了 你要收回來的時候 那個房客死不走 然後叫你在外面流浪 你難道不會叫警察把門打開 請他離開嗎 你不會走法律訴訟程序 請他離開嗎 你一定會嘛 我這樣講大家就聽懂了嘛 基隆市民的財產時間到了 就要收回來有未來的規劃 而且也是往好的方向規劃啊 那為什麼你今天這個等於是說 房客可以一直佔據基隆市民的財產 當我基隆市長來幫人民守護財產的時候 成為他罷免的理由 這一點道理都沒有 所以這就是為了罷免 為了仇恨 為了不甘心 為了不認輸 為了不想承認自己只有40% 不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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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罷免 這個事情我覺得對賴清德來說 是短多長空 短多是什麼 現在看起來要罷免很開心 讓大家都來 火熱火熱 好氣氛很火熱 長空是什麼 民眾開始覺得厭煩 民眾覺得我們怎麼每天都 處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店呢 那民生呢 那經濟呢 這些人民真正關心的事情 那房價呢 請問誰要來處理這些事情 郭維森 國民黨常常把中華民國掛在嘴邊 可是中華民國的基礎 就是我們的憲法 所以我們當然是要以憲法為依規 那憲法規定就是 總統有這個權力 到立法院來進行這個諮詢 但是諮詢並不是一問一答的質詢 所以今天賴總統 當然是願意到立法院去接受諮詢 但不是一問一答的質詢 沒人規定一定要一問一答 有 沒有在裡面就是 可是你們就是要求是這樣 沒有要協商 政黨要協商 這個是這樣 總統今天來報告 三個政黨要進行協商 可以讓我講嗎 因為你講的是錯的 我想的不是錯的 他可以來報告 但之後一問一答 就是讓立法院 讓行政院長來接受 後續的提問跟尋答 因為今天所有的行政的權力 其實也都是在行政院的手上 總統今天當然可以來報告 但我覺得這個要互相尊重 我覺得還是要看 在這個時間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大法官已經接收了這個 四個單位的這樣的一個 對於釋憲的這樣的一個請求 當然我們也要求就是希望 可以來進行這個申請 暫停處分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也就是說今天這個法案 是有一些疑慮的 可能有擴權 所以為什麼會有四個機關 包含行政院 包含監察院 都要來提這個釋憲 因為立法院擴權到這個手 都可以伸進這些機關 原來的權力裡面 所以希望大法官來做出正確的處置 因為這案子為什麼這麼快 就要來進行討論 也是因為這個是全台灣 非常關注的議題 不只是輕鳥運動上面 看到那些人 包含我相信連國民黨 自己的支持者 也非常關心這個案子 所以大法官當然是要 速審速決 所以當然是這麼快 要來進行這個討論 就是非常非常合情合理的事情 過去都是這樣 所以我們也是希望大法官 可以早日去針對這一些 我們提出來的各項的質疑 然後來進行釋憲 對 剛剛小林說 主要政策一當選完之後 像我們台灣未來要面臨 就是選舉罷免 選舉罷免 你少說了一句話 當選的出來的不是民進黨的時候 會再繼續 選舉罷免不選 對 就會再繼續 這個邏輯會一直在繼續 我說到一個 我回應一個靜電式句話 剛剛無私要說 它會有呈現三個疊床交流 你不要忘記 早期我們成立在委員會裡面 呈現靜電式的調查小組的時候 什麼資料都看不到 NCC什麼該你知道都是非常有限的 你也掉不出所以然 但是這一次透過國會改革 你就沒有辦法不拿出你實際的資料 這就是國會改革最大的一個目標 你要不要說你以前成立的 成立的擺在那邊是空的 行政機關給你的東西 都是空的東西的時候 你光有一個調查小組有什麼用 現在經過國會改革的時候 你勢必就要拿出 真正我們想要看到這個部分 而且你有聽政權的話 你可以把當初已經那些企業界 集資要來成立靜電式 最後如何透過一些角力戰 根本沒有被告知之下 董事長就被解職 這個過程裡面 你可以請當初的董事長 當初的這些所謂的人 出來一一講給你聽 這不就是可以把很多的狀況 就可以告訴大家 真正釐清的真相是什麼 我再次要強調 民進黨口口聲聲說 這個憲法 你不要忘記賴清德 在選總統的時候告訴我們 中華民國憲法是一場災難 選完之後把中華民國憲法 當作是你的上防保健 你怎麼可以變得這麼快 我腦筋都還沒轉過之前 你們就已經開始把中華民國憲法 全部捧在那地方 可是做的每件事情 就是違法亂線 請加一個問題 到時候你們調查 行政機構還是不給你資料 你怎麼辦 你就可以用藐視國會罪出來 你就必須要端出這個部分來 你沒有辦法提供如實的一個資料 或是你提供的資料 是有偽證之嫌 藐視國會不是這時候就過來了嗎 這才是一個真正的調查權的存在 你確定 他們不會把資料給你們 那就看看 以前不敢給 現在看要不要給 就這樣再回來 最近很熱 昨天用電4118萬千瓦高峰 可是台電說我背走還很多 16.8的為什麼 因為剛好很熱 太陽也很大 所以太陽能什麼都可以 但是到了晚上 每天都在變 就降到7%了 會改變的 因為綠能有時候不穩定 行政機構保證2030年前不缺電 經濟部長說跳電減7成 國民黨委員說亂講 郭智慧說 現在跳電沒有很多 只是媒體每天都報導 其實以前跳電媒體也會報導 說看你跳電的大小 一個小小的幾戶當然不會 假如說幾百戶幾千戶幾萬戶 媒體一定會報導 最近一個月看停電這麼多 我就不細講 大家都知道今天這邊停 明天那邊停 郭智慧說現在工人不夠 所以想要引進移工來補充人力 因為台電線人也不夠 維修人都不夠 台電員工就轟 小心到處在那邊 你也這麼容易當台電員工 爬那個電線桿接觸高壓電 很危險的 勞動部長說 我搞不清楚怎麼回事 要跟經濟部隊的了解 到底要怎麼引進移工 另外本來他們說 你們都想要設AI AI廠 但是沒有人設電廠 經濟部市長說 電夠 放心 發展AI 沒有問題 我們電是夠的 2030前不缺電 郭智慧說 立法院通過什麼 我們就執行什麼 你們立法院如果通過核電研議 我們就執行 這邊講說 應該給賴清德一個下台階 所以立法院應該通過立法 義大利34年不用核電 現在沒辦法了 這是兩害相權取其輕 不是核電有多好 而是讓你怎麼辦 秀龍介說 郭智慧曾經向 行政院長表示支持 不想幹了 到底有沒有這個事情 我們看一下 什麼 經濟部長上任才一個多月 以萌生辭意 我們這個團隊都是做會 我們隨時都可以把英頂報告 隨時可以得到英頂的支持 受到委屈 你應該勇敢來面對 台南的立委用台語質詢 屏東出身的部長也用台語回應 秀龍介更爆料賴清德找郭智慧 別有用心 他聘請你來做部長 就是希望你去突破 你能夠動多久 那是基礎 你去突破 讓他有空間來調整整個 國家的靈魂政策 這樣你對台灣提出抗憲 這是你最大的功能 如果你如果是回來 灰魂靈的新主牌裡面 這個部長他就不需要你了 時報區海事力見記 秀龍介更不忘補上這一句 我想說你去到美國比較加工一歲 台灣人很奇怪 要吃電 不要用發電 要喝水不要用開水口 我跟你說 不是台灣人奇怪 是民進黨奇怪 我們也希望各縣市 既然要AI的廠商來投資 我們希望你能夠協助 讓我們台灣電力公司 這個發電能夠順利成功這樣 國指揮這話 當然也是喊給自家首長聽 但等不到新電廠的建造 若是未來再跳電 民眾黨立委已放話 一個禮拜內 如果停電跟跳電超過一萬戶 那以後只要是行政黨 帶著不會首長的例外被請總職請 我們就把宴會把議場的冷氣灌掉 只是議場工作人員又何顧 其實我真的覺得說現在執政黨 百姓不是沒有辦法共提時間 我們一直不斷的在全球在唱 我們在提唱 我們要節電 常常活動中我們 全球世界地球日 我們要節電一個小時 那我們全球的危機都在開始在慢慢調整 台灣到底在害怕什麼跟阻礙什麼 應該是說現階段我覺得綠能要推動 沒有人會反對 只是說在推動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什麼輔助的方式 可以協助來推動綠能產業的發展 我覺得這才是重點 而不是說現在一直不斷告訴你 我們不缺電 我們現在電很充足 我們現在是電網的問題 我們現在是小動物的問題 我們還要怪罪多少其他的問題 而不去審視我們的整個能源政策 是不是應該要修正了 非核家園我們大家都想要啊 但是現階段 台灣我們目前的使用量 跟包含到我們整個的IT產業 我們需要大量的用電 在這個用電的前提之下 我們還要穩定民生用電 請問一下 你兩全傷害取其輕之外 你有沒有去想過 台灣到底能夠怎麼樣的往外發展 如果沒有 我們就只是不斷的在內耗 內耗下的結果是什麼 我們人也傷 你現在說沒有工人 所以沒辦法去整修整個的電網 那你為什麼要一直不斷怪呢 那現階段到底有什麼辦法 我真的覺得台電也不要一直說 你們立運決定怎麼樣 我們就照辦 台電要拿出你的專業 提出真正的建議 給我們的中央政府 讓他們可以去好好 投入合適的方式 我們也知道台電虧了4000億 然後今年還要跟政府說 再來1000億 讓我們可以改善體質 那這都是花人民的錢 為什麼 因為很清楚 最近 大家想說 微軟都到台灣來投資電廠 到台灣來投資 不管風電或光電 絕對賺大錢 絕對賺大錢 為什麼 因為一度是4塊多到7塊多 賣給台電 台電賣給老百姓3塊錢 我們都在做賠本生意 誰不來這裡賺錢 那這個是一個很淺顯道理 台灣 店沒有 童子嫌講真話 你蔡英文做八年 你的立店都比馬昂九十代少 沒有錯 這大家都知道了一些真相 為什麼要在台灣不能講真話 我認識很多民進黨朋友 我通過去黨外就在 跑新聞了 各位朋友 我發現很多人都變了 你知道嗎 進了民進黨 就被他污染 就開始講一些胡亂講的話 你認為沈柏陽真的腦袋那樣嗎 不是 他在企業民進黨的支持者 現在變成這樣 吳秉瑞講了很多公道話 十二年前 吳秉瑞就講說 我們應該給陸生健保才合理 因為全世界來台灣 列宿的學生都有 為什麼讀陸生沒有 結果他馬上被討華 然後馬上出來道歉 在民進黨裡面不能做正常人 那你今天看到情況 台灣的店也一樣 我過去也跑過台電的記者 我看得很悲哀 對不對 你沒有電力 沒有人員還有國力的嗎 那些都是假的 那維聖 台灣目前真的沒有缺電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是今天的備載容量 其實都超過10% 我們連續一個多月 就是都是10%以上 其實都是綠燈 所以台灣真的沒有缺電 但是真的有跳電的狀況 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台灣有些地方的電網 卻是老化了 所以這個基礎的電網 要持續的更新 持續改善 那在過去蔡英文的8年 其實在這個各個方面 其實是有努力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10年前在馬英九時代 每一年這個跳電的次數 大概高達25000次 那現在此此刻 大概每一年是7000次 那確實這個次數是有下降 但我相信還是不夠 要繼續努力的加強 那我覺得這就是 未來就我們要努力的這個地方 那至於能源的穩定上面 綠能還是要做 因為所有的這個 所謂的電子產品 要有綠能 我們才有辦法賣到歐洲去 賣到國外去 所以這個綠能還是要持續發展 那我們當然是希望核電 還是持續往非核家園來走 因為我們都知道 核能現在其實佔台灣的 整體能源配比 其實不到10% 那持續的在下降 那再來最重要的是核廢料 這個所謂的處理上面 確實是有它的困難 那台灣這麼小 我們就在地震帶上 我們還是要以台灣的安全 作為最前提來做處罰 我很快回應一下 被載容量每天都在變 如果照被載容量 就來證明我們台灣是不確定 這完全是一個 非常錯誤的概念 如果你要用被載容量 來證明的話 我告訴你過去 因為我已經超過資訊 365天當中 我們被載容量低於10的 將近超過200天 超過200天 表示你就是缺電 不會 今年我們幾乎都是綠色的 綠 被載容量是每一天 每一天 你看平均數 被載容量是每一天都會改變 你今天7 你今天15 下次可能變成3 我們在515 我們在303大庭的時候 被載容量之後只有3左右 我們在立法院質詢 郭智慧對這件事情都回答不出來 因為地震是一個比較特殊的狀況 地震沒有辦法 然後郭智慧也提到的 要做AI的話 以台灣目前的電量來說 只能允許6家 到時候很多人要到我們這邊來 6家好不好 你要選前6名 不是無限制的 郭智慧能做多久 我覺得郭智慧很快就下來 因為他沒有辦法想像 原來他要當這個官裡面 有這麼多沒有辦法符合他的理想 而且超乎他的負荷之外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 他基本上不會做太久 台電現在的燈號跟被傳染 他都是亂寫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前一陣子 4月多的時候 不是差一點大票電嗎 你知道他什麼燈號嗎 給你綠燈 根本就是騙人的 然後我要再講一下 那個爛政策應該要取消 現在台電要推出一個說 如果你給他冷氣主控權 他給你省48塊 如果我們今天變很多的話 為什麼不讓我吹冷氣 如果都不缺電 為什麼民進黨現在要討論 核電可以研議 那就不要研 為什麼還有所謂的 賴清德希望在野黨 來提案幫忙解套這件事情 為什麼郭智慧還要說 如果立法立了 我們行政就去做 不要做